是的,是因为在我们的评论上被提到很多次的名字 有请任嘉伦,欢迎 你好,你好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一直你知道我们这个直播上面就一直被你的名字刷屏 刷屏,刷屏 来给我们的直播的朋友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任嘉伦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好的,期待你来到这里 那我觉得这样,我们根据我们的主题 可能要给你拍一个拍力的照片 然后这样这一张这么独一五二的这样的照片 我们会在直播过后呢 给大家抽奖送给他们 好不好 就这么拍了 那你需要这个吗 不用不用 因为它在哪里都很帅 你要坐着拍是吧 我都好想凑进这个镜头 我还是让开吧 请老师给张原品 把我挽进去那张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摄像师忘了把镜头打开 我还以为他按那个快门键的时候 他会自动打开 对 没有 三二一 好 好的,谢谢 真的 其实刚刚是表演完舞台 刚下来时 对对对 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冒汗 刚刚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 就是回到东方卫视 跟那个回家了一样 然后就很熟悉 然后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啊 什么的 我们主持人什么都很熟悉 所以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因为嘉伦其实参加我们的东方卫视的盛典 已经不止一届了 对对对 还有很多节目嘛 对对对 那能聊一聊 就是今年的 在舞台上的和往年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今年在舞台 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没跳舞嘛 没跳舞 手不离啊 确实就是因为没跳舞 所以就挺特别的一年的跨年吧 那今年的这个造型是有什么寓意 然后颜色 造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寓意 反正就是很好看就对了 就选了一身相对来说比较中意的吧 还是很有设计感的 对 今年是我们今天是跨年对不对 跟嘉伦在一起跨年 那像以往比如说你跨年的时候都会想做些什么事 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你会自己都会平时做些啥 跨年的时候 想干嘛 好像还很久没有经历过没有工作的跨年了 然后对对对 我反正挺开心的就是跨年可以在 在晚会上唱歌给大家听 那这个这个确实很开心很兴奋 我就刚刚没上台的时候我都挺兴奋的 兴奋 兴奋 真的就是听那童格尔老师怎么唱歌 我在下面都很兴奋 对对对 童格尔老师在台上对你说爱你 对对 我就听他那个什么 我不是唱那首新歌 然后一直在听 是这样的味道 对对对 没听过 我听说人嘉伦今年又出新专辑了 因为去年是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今年是三十三 三十三了 要不要给我们宣传一下新专辑吗 三十三 为什么是三十三 宣传一下 为什么是三十三 就是正好在三十三岁这一年 然后算是展现了一些 我三十三岁以来的一些心态 包括经历了一些事情的看法 和一些态度吧 然后想在人生人生中三十三岁这一年 用一张专辑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以后还能回来看的时候 就非常的易懂和了解 二十四年专辑名为给你想好了 三十四是吧 三十四还为家 或者是吗 三加一 这样也很好听 这个规律抓住了 可以可以 到时候看我按照常理出版 所以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新的一年当然首先希望自己 该做的工作都完成都做好 然后该拍的戏也都能完成 完成的同时能有什么一些意外的小惊喜呢 更好 因为这个惊喜嘛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惊喜 万一是什么非常喜欢的意外的工作呀 或者是一些灵感的迸发呀 或者是更加优秀的作品啊 就是一些惊喜的小瞬间吧 如果有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那我觉得其实嘉伦一直就在说自己是 比如说像到跨年的时候 很多关键的时候是很享受 在工作或者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很特殊的时光 对吗 那对于2023年 马上要到来的新的这一年 自己有没有什么自己个人想实现的小愿望 小愿望现在就就非常希望可以就是身体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保护好自己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之后 我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对现在尤其重要 就越深刻的体会 那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就是今年我们这样新年的祝福送给大家好不好 新年的祝福 首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多喝水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实现自己在新的一年想要实现的一些愿望 然后希望大家能万事如意吧 谢谢佳伦的关心 我会多喝水的 多喝水多喝水 一定要多喝水 人家是个跟自己的粉丝们说多喝水 你自己 你看我多了解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佳伦 好 也谢谢你 期待接下来更多的 能够跟我们东方会是合作的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都期待你的新的专辑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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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